慢收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张子怡和汪峰也太太太甜了吧 11月9日凌晨 有网友偶遇张子怡和汪峰 两人在深夜约会 手牵手的去看乐队演出 偶遇的路人大概是太过于激动 拍的图都出现残影了 还几乎都是背面图 但是能看到汪峰 戴着标志性的黑色棒球帽 穿着一件早红色外套 左手上的婚戒格外显艳 而张子怡则站在一旁 搂着汪峰的胳膊不松手 紧紧地挨着老公 两人亲密无间地 就像是连体婴儿 不一会儿张子怡和汪峰的姿势 又变成了食指紧扣 牢牢抓在一起 走远后两人都不舍得松手 撒足了狗粮 根据这位网友透露 张子怡和汪峰 看的是Mandarin乐队的演出 他们参加过乐队的夏天 在节目里的表现深得汪峰喜爱 为此汪峰还曾写了 好长一段乐评表扬他们 也许是能看到喜爱乐队的演出 张子怡和汪峰的心情也是极好的 对于路人的要求 几乎也是有求必应 有路人想找汪峰合影的时候 张子怡还接过手机 充当摄影师拍照 分开的时候还和路人亲切握手 虽然当初张子怡和汪峰结婚的时候 许多网友不看好 即使张子怡生了二胎 对汪峰大女儿势如己出 但依旧有不少非议 事实证明张子怡和汪峰是真的很相爱 而且是台前幕后一样甜蜜 张子怡生完二胎后 汪峰几乎天天都往月子中心跑 这个就不用说了 媒体拍到的次数 多到都快数不完 又是带着女儿醒醒 又是抱着鲜花 要多细心有多细心 10月5号的时候 汪峰张子怡一家 还跑到了秦皇岛度假 两人旁若无人的走在大街上 悠闲又自在 即便张子怡和汪峰经常一起约会度假 但并不像其他夫妇一样 喜欢在社交品牌秀恩爱 平时也很少在网上晒这些 也就是在一些特定的节日 比如结婚纪念日 父亲节等 张子怡才会晒一晒和汪峰的照片 这次张子怡和汪峰山岛约会看演出 包括上次一起到贤环岛度假 都是路人偶遇 才发到网上的 看完后吃瓜群中才反应过来 原来两人是这么的恩爱 感情这种东西真的是冷暖自知 也许万人不看好的婚姻 最后却能白头偕老 即使是老夫老妻都还能如恋爱时甜蜜 而娱乐圈看好的金童玉女 最后也许躲不过一拍两散分道扬镳 张子怡1979年2月9日出生于北京 19岁被张一谋相中 出演我的父亲母亲 在两年时间内成为好莱坞和西方世界 最为熟知的华人面孔之一 之后又凭借物虎藏龙 剑峰时刻二等 在国际上增加了自己的知名度 频频出现在嘎纳奥斯卡等电影节上 国际章的代号由此而来 现年41岁的张子怡已经是二胎妈妈 在家相互教子 有时候出来参加娱乐节目 真的是功成名就 张子怡作为国际影后 在年轻时有过五段有名的情史 情史的男主角各个都是高富帅 每段情史都是相当精彩 第一段恋情就是高峰 可能很多90后00后都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很多80后70后都对他们非常熟悉 1994年高峰制作了单曲大中国 经过东方时空推广 一时间火遍大江南北 朗朗上口的旋律被很多人传唱 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 后来又连续的推出了很多专辑 刘德华的歌曲《笨小孩》就是他创作的 据说高峰当时想找女模特拍照片 恰巧15岁的张子怡在北京舞蹈学院读书 就被选上了 由此他们相识并恋爱 当时的张子怡还不到20岁 事业上还没有大红大紫 经常去高峰的工作场所探班 但是由于两个人相差快10岁 再加上张子怡的母亲强烈反对和阻挠 最终二人只能分手 2002年高峰因得了病毒性肺炎 34岁去世让人惋惜 据高峰好友回忆 张子怡是他生前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女友 虽然张子怡极力否认这恋情 但网上流传这就是张子怡的初恋 2004年25岁的张子怡 与21岁的香港富豪霍启山 在街头拍到热吻 这段恋情迅速曝光在世人面前 当年的张子怡和霍启山 真的是王子和公主 航门富二代和女明星的话题 每天都会登上娱乐版的头条 张子怡在拍电影前夕的时候 经常会陪霍启山在清华大学上课 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 在校园里兜风 只能说年轻时的爱情充满青春气息 但是这对姐弟恋一直没有被霍家看好 当时的张子怡和霍启山谈恋爱的时候 她的想法就是想嫁入豪门 但是豪门真的水很深啊 而且霍家的家庭观念非常传统 有豪门不取戏子的规矩 所以霍家对于他们的恋情始终都是避而不谈 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起过张子怡 张子怡的这段爱情持续了两年 她伤透了心 2006年二人缘分已尽 并彻底走向了尽头 和霍启山分手后 张子怡顺速认识了富豪威威 这个国际渣男是张子怡生的污点 据说张子怡和VV的牵线人是莫多克的前妻邓文迪 VV是时代华纳和文恩斯坦电影公司 都占据巨额股份的传媒巨头 和莫多克的儿子一起投资创业 张子怡之所以和VV谈恋爱 自然也是看中了其背后的深厚背景 能帮助她在好莱坞打下一片天下 不过名模吕燕透露 VV确实非常喜欢张子怡 对她非常迁就和体贴 两个人恋爱后 总是会在各种场合高调秀恩爱 2008年 VV和张子怡高调宣布订婚 以12克拉的鸽子蛋钻戒为礼物 但二人最后还是没有走向婚姻 分手的原因还是财产分费的问题 根据婚前协议 如果离婚的话 张子怡仅能获得一笔赡养费 但不会分到具体的财产 而张子怡认为婚后的财产 就应该是夫妻共有 坚决不同意 与VV分手后 张子怡很快陷入了感情空窗期 这段感情经历 也让她对好莱坞心灰意冷 很快她就被事业放在了国内 2011年5月 张子怡做客萨贝宁主持的 《我们有一套节目》 据说节目结束后 两人开始熟悉起来 2011年9月终于被媒体拍到了 他们一起出去旅游的照片 而且两个人穿的还是情侣拖鞋 这段恋情终于被实锤 当时的小萨名气还没有那么大 张子怡的母亲不同意 认为她女儿无论是名气还是收入 都比萨贝宁高 小萨配不上自己的女儿 而萨贝宁妈妈从内心也看不上张子怡 认为张子怡是女明星圈内人 和VV谈恋爱后 爆出的照片也非常辣眼 不同意她们交往 2013年4月 萨贝宁发了一条长微博 从此两人此生各自安好 张子怡在25岁时肯定想不到 她的人生归宿竟然是嫁给汪峰 而且还活得很幸福 最后打出了王炸 汪峰虽然很有才气 但是名声并不是很好 网上一直流传着她三段婚姻的故事 房间传说张子怡父母欠了赌债 被人困在赌场 恰巧汪峰也在赌场 就替二位老人解了围 张的父母对汪峰非常感激 而此时的张子怡被泼梦们弄得事业低谷 在和豪门少爷世界富豪浪漫才子的恋爱 没有修成正果后 她意识到找个合适的才是最重要的 于是汪峰给了她一个温暖的港湾 2015年2月7日 汪峰在张子怡生日会上 用九克拉大钻戒求婚成功 两人终于成了一家人 一开始大家都不看好两人的感情 实在想不通张子怡怎么会看上汪峰 但是现在的张子怡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而且两个人感情非常稳定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祝张子怡和汪峰能够一如既往的甜蜜 以后也可以公开撒一撒狗聊呀 好好好